除了根毛增加表面积之外 跟有一些跟别人合作 跟别人生物共生的方式 来增加吸收无机眼的能力 我们先介绍这一个叫菌根 什么是菌根 植物的根和真菌共同形成的 而这个真菌呢 跟植物的根形成菌根嘛 所以这个真菌有名字的 它就叫做菌根菌 形成菌根的真菌 叫做菌根菌 就是有点凹口 所以大家 什么叫菌根 菌根是植物的根和菌根菌形成的菌根 菌根菌 花菲花物菲物菌根菌 菌根菌是指真菌 是指真菌 这两种生物怎么合作呢 它们一起生活 而真菌有很多很细的菌丝 可以增加吸收的表面积 所以可以帮助植物吸收 更多的水分和无机眼 所以按照统计 83%左右的双子植物 都要形成菌根 79%的单子叶 还有所有的植物 都跟真菌形成共生 他们两个互动观一如下 植物形光中提供糖类给真菌 而真菌吸收水分无机眼 给植物 两个就互相合作了 由于是零 因为植物生长也需要零 那除了这个之外 真菌还分泌生长因子 让植物的根可以长得更好 甚至真菌分泌抗生素 把杂菌杀死 甚至真菌分泌酸性物质 使得零更容易被溶解出来 更容易被吸收 那真菌物质也杀死一些杂菌 所以他们就互利共生在一起了 好 那可是他们的互利共生关系 并不是很久不变的 如果今天土壤很平均 环境不好 他们就存此相依 互相合作 那如果今天土壤非常肥沃呢 就植物随便吸收 都有丰富的水分无机眼 这时候真菌没有用啦 真菌病人寄生在植物身上 因为植物还是提供他糖类 他就把植物的糖类吸收 但是却没有贡献 可是植物还是会跟他在一起 维持寄生关系 因为今日的土壤肥沃 不代表明天一样这么优温 他们的关系会继续维持的 好 这叫做菌根 它是植物根和菌根菌共生的 好 那这个菌根分为两大类 一类叫外生型菌根 一类叫外生型菌根 关键在于这个菌丝 到底长在哪里 我们看一个图 用这个图来做例子好了 画面的左边是外生菌根 右边是内生菌根 你看外生菌根 菌丝直接包覆在根的外面 形成一个翘把根包起来 这个翘就叫做菌翘 是这个菌啦 这个翘 跟我的菌翘是不一样的字 哎干嘛叫菌翘 菌丝构成的翘 可是外生菌 所以外生菌很明显 会包在外面 内生菌根不是哦 它的菌丝会直接抽到皮层里 所以叫内生菌根 所以从外面可以看到 好 内生菌根也会成为孢子 生菌会形成孢子 然后产生孢子 所以你看我们把那个菌根 菌根分成外生型菌根 跟内生型菌根 好 只是这边给大家看几个图 哇 这是好细细的菌丝哦 是一个子头状 它就包在根的外面 这叫外生菌根 那内生菌根就会钻到我们的 比较皮层里面 好 这边有一个实验哦 这边是没有菌根菌共生 这边有两个圈 你发现有菌丝在跟它共生的 长得特别好 所以植物会跟真菌合作 因为会让你收集到更好 更多的水分五基岩 而真菌会得到糖类 好 就是说 就是你看看这个高度 叶子数量 它们是同时长头 一个是我可能用一些消毒水 把它的菌丝的包子 那个真菌的包子拿掉 这边有包子长出菌丝 一种真叶树 因为真叶树全部都跟菌根菌 共生成菌根 好 那这边有个小问题 就是我们的内生菌根 到底有没有进入到细胞里 这有趣尴尬了 我现在画个私医图 假设这是一个细胞的样子 我画出好了 假设怎样 假设这是菌丝 这是植物的细胞 到底这个菌丝 有没有进入到细胞里面 我跟他讲不一定 有可能是他的细胞 并且细胞膜跟着凹陷 跟着凹陷 所以他的菌丝 有可能并没有完全 进入到细胞质里面 而是透过细胞膜跟着 他凹陷到细胞里面 来增加他们接触的表面积 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植物 就是真菌的菌根菌的菌丝 好 你看增加很多表面积 可以做物质交换 我给你糖 你给我水分无极眼 所以有可能他进入到细胞 并不是真的进入 而是膜跟着凹陷进的 内生菌根 内生菌根 外生菌根根根根本就不进到皮层 就直接在外面包起来的 有可能会这样 这样也增加表面积 增加细胞膜物质运输的效率 表面积很大 也有可能这无息不游 这是内生菌根跟外生菌根的介绍 以上是菌根